张震创作作品 张震讲故事 走 走啊 你听我说 我给你解释 这是我的假释 我用你管 你走 走啊 走 欢迎收听由张震创作并讲述的 长篇小说失控 声音表演小静 群声呈现 张震讲故事工作室 第十集 一个出了故障的交通信号灯 让唐凯机缘巧合地 看见了周宇楼和夏楚龙 在雅都饭店的 1218房间里 不堪的一幕 唐凯对周宇楼薄以老全 周宇楼最终在夏楚龙的拼死避位下 离开了雅都饭店 但离开并不等于解脱 在那之后的几天里 周宇楼心神恍惚 他一边担心着夏楚龙的近况 一边在进退诗剧中 一边在进退诗剧中 痛苦地纠结 那夏楚龙到底过得怎么样呢 真的不好 那天因为接到服务员的呼叫而赶到12楼的保安 离着挺远 就听到了1218房间里的哭声 他们跑过去把门打开 一看室内的情形 就立刻声色俱力地质问唐凯发生了什么 这位小姐怎么了 趁报警之前赶紧交代清楚 赶紧说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就问你 这位女士为什么哭 你要是没干点什么 人家能哭成这样吗 行行行 不说啊 你等着跟警察说吧 俨然唐凯就是行凶的歹徒 罪行不在强奸未遂之下 唐凯这个冤呢 怎么交代啊 总不能说 对不起 你们误会了 这事不怨我 其实我是个王吧 这都是因为我老婆跟别人睡觉造成的吧 在唐凯和保安动起手来之前 夏楚容终于及时地止住了哭泣 他敷衍着跟保安解释 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夫妻吵嘴 这才了事 接着保安刚出门 唐凯突然想起来 那个客人的皮箱还在走廊上呢 他赶紧去拿 却看见保安已经把皮箱当作遗失物品提了起来 唐凯赶紧快步上前 我的 你的 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送来的客人的皮箱 我哪知道什么东西 你给我拿 你让客人的 你让客人自己来去 可是 可是明明就是我 唐凯急了 把客人的皮箱弄丢了 这事要是让台湾老头知道了 那还得了 于是唐凯又险些跟保安动起手来 后来多亏总台的服务员出面作证 这件事儿才得以平息 接下来的日子 对于唐凯和夏楚荣来说都是煎熬 夏楚荣一直非常坚决的非暴力不合作 任凭唐凯怎么问就是一言不发 唐凯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多长时间了 以前上过床没有 几次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 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 是干什么的 但是夏楚荣一句话也不说 唐凯也去找过雅都饭店的总台 希望能调出那天 1218房间客人的姓名和身份证 但是调出来一看 是一位叫夏楚荣的女士 唐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窝囊废的巅峰和大王 老婆跟了别的男人 自己连把事情弄明白的资格都没有吗 绿帽子明晃晃的戴着 竟然连生产厂家都弄不清楚 于是前仇就恨 一股脑的涌上了心头 素日的自卑 轻刻反弹成了巨大的愤怒 态度的冷淡 做爱的碰壁 怪不得总是碰壁 还有两件事也令唐凯心如刀脚 一个是他打周语楼的那一拳 他当然能看出来 对方是可以躲开的 但是人家就是不躲 不躲才他们可气 过去唐凯跟他爸爸下棋 老头从来也不说让着唐凯 但总是在开局不久 就用两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丢掉一鞠一马 然后再想办法把儿子干掉 为什么丢子 就是因为太强大了 丢两个子才好玩 挨打连躲都不躲 什么意思 能耐呗 不屑呗 那意思分明是说 小样 你不是想打吗 来来来 让你打 就你那两手脑痒痒一样 无所谓的事 这成什么了 挨打的是因为过于强大 才会挨打 打人的是因为被藐视 才能打人 没他妈天理了 所以唐凯虽然打了人 却没出气 快感完全被屈辱覆盖 还有另一件让唐凯 心如刀脚的事情是 周宇楼被打倒的时候 夏楚容的表现 他竟然还去服那个男人 竟然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理亏 完全不考虑丈夫的感受 唐凯觉得自己真是 去到家了 但是唐凯有良好的品质 他不打女人 在夏楚容面前 更是连吼叫都难以施展 在百般询问无果的情况下 唐凯自虐了两次 一次是把拳头砸在了茶几上 硬是把松木的桌面 砸出了两个浅窝 还有一次是用头撞墙 侧面撞的 蹦蹦几声 生疼 但是没出血 这是第一天晚上的事 第二天晚上 唐凯把悬挂在卧室床头上的 三十寸结婚相框摘了下来 用膝盖顶折了 第三天晚上 喝完酒回来之后 唐凯强行和夏楚容 做了两次爱 夏楚容既没拒绝 也没挣扎 只是一动也没动 一声也没出 当然 这几天 唐凯也有好几次 把两个字 挤到了嘴边 离婚 但是他忍了忍 没说出口 事情的变化 发生在第四天晚上 那天 唐凯只喝了一个小二 因为头天 夏楚容在两次做爱中 形同死人的状态 让唐凯有点发毛 所以喝酒的时候 唐凯就不停地 在心里犹豫着 如果今天晚上 条件允许 就和夏楚容和解 想着想着 唐凯就这么决定了 唐凯进屋的时候 夏楚容正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唐凯走过来 和夏楚容并排坐下 他先在心里 错了错词 然后才拿过遥控器 把电视关掉 刚要说话 夏楚容 先开口了 我们离婚吧 唐凯凯愣住了 夏楚容的声音很低 语速很慢 那让他的话听起来 更像诗神的字语 我什么都不要 我自己走 你再给我两周时间 我去找房子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我是个坏女人 你别怪我 夏楚容有些颤抖 她忍着泪水 吐字 断断续续的 不 不是 不是你的问题 你是 你是个好人 真是好人 问题在我 我们不合适 我们在一起 是个误会 真的 我对不起你 但是 早点分开 都好 你别多想 是我的错 我的错 夏楚容站起身 看着愣在那儿的唐凯 四天以来 这是她第一次 面对面地看她 对不起 夏楚容哽咽着 走进客房 关上了门 唐凯半天没动 过了好一会儿 唐凯像是被噩梦 惊醒一样 打了个机灵 然后 她虚脱地 靠在沙发靠背上 拿起了手边的 电视遥控器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拿起 遥控器 就像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 要把电视打开 那一切 都是无意识的动作 她盯着电视里的 花花绿绿的画面 觉得自己轻飘飘的 全世界最可怜的 最可怜的丈夫 开始的时候 电视的画面 在唐凯眼睛里 还只是一些模糊的光运 就像有一次 她开车开得太久 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 都像是被水阴湿了一样 那次她可是吓得够呛 她赶紧把车停在路边 过了好一会儿 才缓过神来 刚才唐凯看电视里的那些人 就是那回的感觉 模糊 闪烁 可是现在 就在此刻 此刻 忽然间 唐凯的眼睛 猛地恢复了正常 甚至 非常明亮 是全世界 最好的眼睛 这简直就是 一瞬间的事 太不可思议了 唐凯 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 他终于知道了 自己的眼睛 突然明亮起来的原因 电视里 有一个画面 在吸引他 一个人 正在那个画面里 讲话 就是亚都饭店的那个男人 除了很努力之外 薛哥有一副男牛的好嗓子 他在各个音区上的音色都非常棒 那作为他的老师 您对他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由八大企业联合赞助的一路狂歌青年歌手争霸赛 是今年省内最强眼的电视节目 收视率一路飘红 媒体热情追捧 观众趋之若鹜 在每一轮比赛的前后 相关的报道和节目都会占据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 尤其是现在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决赛了 所以比赛的声势更好比烈火烹游 薛哥便是这其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 薛哥在争霸赛每升组的比赛中得分一路领先 就在几天前 他再次一曲《圣洁的阿依达》 在新一轮的比赛上季冠群雄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杀入了决赛 省电视台随即对薛哥和周宇楼进行了专题采访 唐凯看到的正是这个节目 第二天上午十点 下了课的周宇楼往外走 就在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唐凯的车也开到了音乐学院的门外 其实唐凯完全可以看见周宇楼 如果后面的车不碰到他 后面开车的人是赵夺 在洗劫完了矮胖男人的三万块钱之后 当天晚上 白小夕和赵夺挑灯讨论了不义之才的正义去向 最终决定买辆车 既享受又拉风 同时还能为以后的行动大大的提供方便 太贵的车肯定买不起 但是算算手里的钱 买辆夏立是没问题的 说干就干 于是昨天这辆银灰色两箱夏立车的方向盘 就握在了赵夺的手上 赵夺早就有驾照 只是因为长时间不碰车 手都伸了 再加上注意力不集中 一边瞄着地方停车 还一边拨着白小夕的电话 这样夏立顶在了唐凯的奔驰上 唐凯在车上一抖 知道追尾了 赶紧下车到后面去看 赵夺也下了车 满口陪着不是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的 您赶紧 你怎么开车的 唐凯撅起屁股 仔细地检查奔驰车的保险杠 这时候 周雨楼正从唐凯的屁股后边经过 周雨楼手表的表盘 还不小心地擦了一下唐凯的裤子 但是他们谁也没看对方 唐凯发现奔驰车的保险杠掉了一块七 直接盖大小 他挥挥手让赵夺走人 换了平时 唐凯肯定不会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法 可是今天 他无心纠缠 下回注意点 是是是 唐凯上车 给油 开进了音乐学院的大门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 只是一次选择 时空 当你看我看 看我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